一隻大蜥蜴在籠子裡面爬來爬去 這可不是誰家養的寵物 而是日前誤闖民宅的大蜥蜴 日前新北市淡水區幸福里仁愛路 有社區住宅民眾發現了這一隻大蜥蜴 跑進他們家一樓住家 嚇得居民趕緊通報里長以及動保處 居民表示 當天晚上發現蜥蜴跑進家中 後來又跑走了闖入院子 擔心蜥蜴會咬傷人 因此先用石塊將他圍住 等待動保處來處理 又跑出來的 我又把它圍起來 圍了之後 動保還沒來之前就跑掉了 然後跑到這邊 一直跑來跑去 跑來這邊 跑來這邊我就一直顧 顧到動保來的時候就剛 就跑到裡面去 跑到裡面去動保先生動作很快 一下子就把它夾住了 你要抓他抓不到 那也很有力氣 石頭很厚的石頭 一推就推走了 我不會擔心要跑進家裡面 對啊我就擔心 那種種我們不常看也不敢說 很少看到像這種的蜥蜴 很少很少 根據動保處了解 這隻蜥蜴是屬於美洲蜥蜴科的 金南美蜥蜴品種 身長大約有60公分 一般都是肉食性 以小老鼠 蟹蟀果實 還有蔬菜為主食 大多分布在中南美洲一帶 居民表示這隻蜥蜴在夜晚圍困的過程中 還發現它身上的皮膚 靈片會變色 非常特殊 研判有可能是 有人飼養的寵物跑掉了 或者是被棄養 我們當然知道說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 我們養那個小寵物 對 那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呼籲 所有的民眾 大家 您既然愛小寵物 您就把它愛到底 不要把它棄養 否則這樣的一個棄養 不僅是小寵物們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它沒有受到很好的照顧 你就浪費了一個小生命 那所以啊 我們既然要尊重生命 我們就要好好愛它 其實更大是在下面 有看過這樣子 有啊有啊有啊 我其實說那是惡意 我說不是啊 那個蜴蜴大蜴 有這麼長喔 真的很長 這一次看到更大 大很多那個大 大很多啊 那一隻到 應該差不多 一公尺半到兩公尺 這麼大 這麼大 就是看到頭 看到尾之後 就不見了啦 居民表示 其實他們住家在巷弄裡面 都是社區公寓 一年前還在旁邊的大排水溝 發現一公尺的蜥蜴 但是很快的就跑走了 而這一次住家被南美蜥蜴光顧 里長也說 這裡都是住宅區 一看就知道這個蜥蜴 非原生種 不是有人飼養 沒有注意被逃出去 不然就是被遺棄 因此里長也呼籲 養小寵物就要愛到底 千萬不要棄養 因為環境對動物來說 沒有受到照顧 也是一條小生命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尊重生命 好好愛它 而最後這一隻 這隻金南美蜥蜴 也由新北市動保處收留安置 記者許多安一帶一水採訪報導